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娜 欢迎来到安娜的自由研究设计 欢迎来到那一篇篇篇的频道 想认识我的生活,欢迎追到我的IG 今年啊,已经悄悄度过一半 照惯例呢,我也差不多要来帮大家盘点 上半年的必有动画名单 不过,在这之前,先来推荐几部 之前都没介绍过的肉香动画 必须说啊,它们全部都是绝对的色色取向 故事摆明就是要往色色主题而去 除此之外呢,它们属于2D LIVE 动画 虽然没有精美的画面 但生用的部分保证优质 视觉加听觉的刺激,还是很厉害的 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这五部VL 动画 也会从里面努力找出可以播的片段 让大家试看 毕竟肉量太大,实在有点挑战 如果大家听完介绍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DLC上面观看 都有正版繁体中文 第一部今晚我要吸你的血 是长发美男吸血鬼公 配上大胆粗糙傻兽 主角恒梦是刚入职场的新人 压力很大,好不容易熬到周五 想到酒吧调个帅哥好好休息一下 遇见了混血长相的超美男贝尔 使出诱惑之术把人家打包带走 殊不知被打包的其实是自己 马上就要被吸血鬼帅哥全身吸光光 一旦建设了 最后再开店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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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米 我 喜欢长发工的社员可以看看这部 我觉得工在里面有好几幕 都是又美又帅很惊艳 而且稀稀稀的啾啾声真是不绝于耳 好适合当作睡前ASMR来放松身心 第二部 银乱色魔被攻陷 是慵懒帅气巨雕大学生工 配上傲慢调皮优等生魅魔兽 主角梅雅是魅魔当中的优等生 总是感到不满足的他 这田像中了一个体格良好的大学生 堵来雪人 遵循营魔绝对守则 半夜潜入开吞的梅雅 本来以为可以用魔法轻松魅惑雪人 没想到被反压在下弄到他哭蝶喊娘 喜欢阴摩题材的设备人可以看看这部 梅雅的瑟瑟小套装真的好可爱 梅雅的同学长得也好可爱 好想看她的故事 第三部 英俊送货源的甜蜜诱惑 是赴黑剑气快递员工 配上薄信系丰满人妻手 什么是薄信呢 就是横眼薄命的意思 主角甄荀在大学毕业后和老公伊燕结婚 伊燕出门赚钱养家 甄荀则成为家庭主夫 没想到老公不但让他独守空规 还疑似出轨 伤心寂寞的甄荀 一不小心就被快递员大合趁虚而入 甄荀被这样那样 自意妄为却毫无招架之力 我必须说呢 这部是今天介绍的几部当中 我个人心中的瑟瑟第一名 没错哦 虽然是妥妥的谜片剧情 但是又怎么样 香就是香 人气真群的欧白与小樱桃 还有绝顶喘息声 实在逼人全面公化 第四部 今天我和又群染 淡定深情供 配上活泼开朗兽 亮泰和春仁是感情很好的青梅竹马 在不知不觉的亲近行为当中 感受到彼此的心意 成为了一对甜蜜的情侣 总是在亲亲的他们 这天终于要迎接下一个阶段 对了两人来说都是第一次 所以充满小心紧张 还有爱护之情 在今天介绍的几部作品当中啊 这一部是最甜甜最有爱的 如果不喜欢纯肉作品 坚持主角要有满满情意的话 选这部就对了 第五部 鸡肉男监狱 粗犯犯人公 配上大雄部警卫兽 有天晚上狱警吉野正在监狱巡查 发现囚犯童骨不乖乖安分睡觉 反而自玩当中 不小心跟着嗨起来的吉野 不但没有制止他 反而帮了他一起玩 没想到因此被童骨 又或进老房中 没错又是经典的谜片剧情 所以香度也是不用质疑的 追求好身材角色的社员必看 喜欢强攻强授的社员也是 以上就是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 五部肉香满满的2D LIVE动画 其实这几部作品光是完整的作品名称 就不能大胆的在YouTube上念给大家听 我只有取其中的关键字而已 大家可以在第二个赛上面有这些关键字去搜寻看看 第二个赛上也有很香的试看片段 没错绝对比我可以给大家看的还香 所以如果看完之后 心潮澎湃想要看更多的话 记得领取资讯栏里面社员专属的折扣券 接账的时候大大给他用下去 那么喜欢我的影片拍电影的频道 喜欢的是我的生活的话 追踪我的IG 今天的研究就到结束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